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米 相信大家对圣经里面 耶稣头戴金鸡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场景 都有一些印象 然而刚刚影片之中我们看到的 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 却并不是传说里的耶稣 而是和我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 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韩国男人 这个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面 就好像是把耶稣受难的场景 搬到了现实 可怕的场面让人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